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2018朝鲜半岛会否发生战争 请看专家怎样判断 志诚大兵 年末了 总会有一些盘点与梳理 很多人眼睛还是盯着朝鲜半岛 心里在嘀咕 2018朝鲜半岛会否发生战争 今日看到环球时报与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严学通进行对话 就其分析可展望 我们不妨进行一些再分析 开门见山 提出半岛会否发生战争 专家旗帜鲜明答复没有可能 环球时报提出 朝鲜和问题好像越来越危险 半岛会是2018年战争风险最大的地方吗 严学通回答 我不认为2018年朝鲜半岛有发生战争的可能性 目前有可能发动战争的只有美国一家 而美国发动战争的基本出发点是进行战定的战略收益大于成本 然而 一旦美国发动战争 就意味着朝鲜政府失去生存机会 因此可能与此往迫 对手而进行全面报复 这将让韩国付出巨大的平民生命代价 这不仅是韩国政府承受不了的 美国政府也无法承受 因此 我认为美国下不了发动战争的决心 制成大兵减平 诚如本文开头指出的那一样 全世界有很多人眼睛盯着朝鲜半岛不放 嘀咕语担心2018年朝鲜半岛发生战争 有的人是嘀咕中有期盼 期盼能够和平解 折朝核问题 有的人则边嘀咕 边欺盼美国对朝动武 在他们看来那样的话 就能一劳永继的解决朝核问题 有的人却是嘀咕而担忧 担忧美军真资格开火 是怕美军对朝动武给中国带来不确定的威胁与负面影响 等等 专家严学通明确判断 我不认为2018年朝鲜半岛就发生战争的可能性 这话就是明确指出开战没有可能 并非美国动武拿不下朝鲜 而是美国估计太多 可能发动战争的成本 美国权衡下来实在难以承受 我非常认同他的看法 但动武也不是绝对没有可能 倘若美国在某些朝鲜因素或突发事件刺激下 依然是有可能发动对朝战争 尽管朝鲜半岛发生战争可能性不大 可半岛的确是战争的火药桶 严学通指出 美国难以做出发动战争的决定 不意味着美国不敢制造军事摩擦 自朝鲜战争结束以来 半岛军事摩擦时又发生 1966年到1969年 双方在军事分界线附近接连发生冲突 导致43名美军士兵 299名韩国士兵 以及397名朝鲜士兵阵亡 2010年的严平塔事件 双方发射上百枚炮弹 然而 这些冲突都没有升级为战争 如今 朝鲜 有核武器 即使美朝发生军事冲突 双方也会采取措施防止冲突升级 朝鲜政府还想生存 美国也不敢把朝鲜政府逼到必死地步 志诚大兵分析认为 严教授罗列这些西域 可能引发战争爆发的事件与数据 一代说明在半岛前线制造事端 属于攻守双方在军事分界线的一种特殊斗争形式 没有类似的挑逗 没有看似可能引发战争爆发的军事摩擦存在 怎么体现了自己一方对比方的军事威慑 因此说来 半岛就是跟世界上其他地方不一样 不但高热还高度紧张 是滴滴倒倒的火药桶 烧油不剩 一丁掉火星 就可能引发战争的爆发 敌对双方 一个是超级大国 一个是超级英国 强国与英国相遇相撞 谁又敢断然肯定不会爆发战争呢 何况 面对核导弹会落到头上的巨大威胁 美国到底选择什么 是战争解决还是谈判解决 是否会利用军演发动突然的军事打击 似乎 一切都不是问题 也一切都是问题 毕竟这回朝鲜的确是踩踏到了美国划定的红线线 美国老能够在韬光养晦认内吗 有人觉得美朝唱双簧 但到紧张是演习各取所需 更不可能开战 致承道兵注意到 一直都有朝核问题是预谋论的观点 认为美朝双方紧锣密鼓唱双簧 看似战云密布轰轰烈烈 实则热闹之下各取所需 持有此观点的人觉得 美国借助朝核问题之势 完成了它在东北亚的前营兵力部署 而朝鲜也在全球反对声中实现了实时拥合 双方都达成了自己的目标 也实现了各自利益最大化 其他相关各方 譬如中国俄罗斯 则为此交投烂额 利益受损 致承大兵减贫 这个所谓的阴谋论 大兵不敢苟同 尽管美朝双方存在着未能公开的联系渠道 尽管美朝都是玩战争边缘游戏的高手 可是这世界恐怕没有人能够如此高风险的玩默契耍阴谋 在大兵 我看来 朝鲜之所以口号喊得足够硬 和大杆试验 洲际导弹敢发射 不外乎是因为紧靠着的泱泱大国 直到美国老头属机器罢了 即便朝鲜街头一如既往平静 也不能说成美朝唱双谎 双双玩弄阴谋论 当然 持有此观点的人们 不会觉得美朝在2018年改嫌更张 更不用担心半岛发生战事